吾州大火的伤亡惨剧 让大家庆命留心 事实上火灾的行程 多半是未能及时扑灭火源 以致造成重大伤亡及财物损失 在火灾方生的初期 如能及时扑灭火源 便能避免惨剧的发生 日本进口冰火Ice Fire 瞬间灭火弹 体积小 膝带方便 设计简单 轻巧 妇女 儿童和老年人都能轻易使用 普通以上に強く 訓練でもつい慌ててしまいます 火に近づきすぎ また途中で薬剤が不足して 完全に消化できないこともあるのです 消化実験を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ょう 長さ73cmの樽木が90本積み重ねられています これにガソリンの炎を燃え移らせます 90本の樽木はちょうど日本家屋の4畳半と同じ規模と想定されています たくさんはこれで消化できないことができます 薬火弹を用力投向火源を燃焼物附近 使其外壳破裂 使其外壳破裂 讓滅火液散散出 それから 致力を達成する 滅火 降温的效果 使用手触摸 也不會燙傷 冰火灭火弹 体积小 攜帶方便 设计简单、轻巧 妇女、儿童、太老年人都能轻易使用 冰火Ispire顺间灭火弹的原理 将灭火弹直接扔向火源或燃烧物附近 当此容器破裂时 非散出的灭火液 会与火电产生热分解的化学反应 产生大量的氮 二氧化碳及水蒸气 产生5000倍以上体积的灭火性气体 吸收大量的能量 排除燃烧时必要的氧气 和形成强大的灭火 冷却的效果 使燃烧物瞬间降温熄灭 不会产生浓烟 这是防止燃烧的实验 由三堆木条形成的模拟火灾区 最前面这一堆 经浇洒灭火液做防火处理 右边这一堆未经防火处理 现在我们把左边这一堆点火燃烧 模拟火源 我们可以看到 火势迅速蔓延而波及到未经防火处理的木材堆 而经过防火处理的 则未遭波及 冰火Ice Fire操作简单 只需投向火源 就能瞬间将燃烧物降温熄灭 确保逃生路线的安全 将灭火液浸湿衣物作为防火摊使用 本产品无毒害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体积小 攜带方便 设计简单 轻巧 妇女 儿童 害老年人都能轻易使用 冰火灭火弹 有阻绝火苗的功能 可防止燃烧 请看下面的实验 在地毯上 一半浇灑灭火液 另一半浇上汽油后点火 我们可以发现 浇灑灭火液的另一边 就是不会燃烧 这个功能可以在被火焰包围的场合 向避难方向投植数个灭火弹 或浸湿衣物作为防火毯使用 可以确保逃生路线的安全 一般传统灭火器的使用 必须接近火源 且需站在顺风处 往往火源温度过高 无法接近 以致无法发挥灭火的效果 冰火瞬间灭火弹 只需在远处投植 即可达到瞬间灭火的效果 火灾发生时 生死就在一瞬间 分秒必争 选择冰火瞬间灭火弹 是你生命财产的最佳保证